出席凱達格蘭論壇 二零二次印太安全對話 總統賴清德一進場 就先跟日本前首相野田家彥 斯洛伐克前總理赫格 以及美國前駐聯合國大使 海利等人打招呼問候 面對中國文攻武嚇 賴總統也隔空喊話 賴總統再提到和平四大支柱 行動方案 強調臺灣會維持 臺海和平穩定 不過中國不僅武力威脅 還有經濟脅迫 甚至認知作戰滲透等影響 臺灣以及全球民主發展 賴總統呼籲民主國家要更團結 共同抵禦威權國家的擴張 而日本前首相野田家彥 同樣擔憂台海局勢 更反對以武力改變現狀 強調日本身為臺灣鄰國 更因關注臺海局勢 另外民進黨與日本執政的自民黨 正在進行二加二會談 雙方將就促進臺日關係 推動合作交換意見 持續深化臺灣國際合作